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话说港区全国政协代表 前警务处处长邓景成 在接受大陆媒体访问的时候 露出了一些端艺 到底他说了什么 他就说当国安法通过了以后 特区政府仍然需要将法律当中的要求 转化成为香港政府的具体政策 例如决定有关法律是否由香港警队执行 由警队哪一个部门来执行 以及要求律政司给予执法部门拘捕 搜证和法庭举证等等的具体意见 这就是露出了马脚 到底是什么事 就是说基本上他仍然在憧憬 到底将来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以后 香港警察能不能成为特区唯一的执法部队 这个愿望恐怕会落空 因为草案的文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就说中央可以对香港派驻一个机构 专门履行国家安全相关的职责 到当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以后 中央可以根据这个法例的授权下 在香港设立一队部队 哪怕他叫做敢医卫也好 东厂也好 什么都好 名称就不重要的 反正到其时这一队新的部队 将会有机会在香港成为第二支的执法部队 这样的时候 你现在特区的警察才开始 腾鸡就没用了 太迟了 从这个问题当中也流露得出 他是有一种不安在住的 他不安是什么呢 你本身香港警察在香港是可以横行无忌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唯一的执法部队 当有另一支执法部队进入到香港的时候 对于原底这群人有什么影响 很明显对于他们的权力 就已经作出了一个制衡 本来他们可以做什么都可以 现在有另一支部队来到了 更何况这支部队是比较亲的 不管他是公安也好 武警也好 或者是国安部队也好 不管他是什么人也好 反正这群人一定是北方亲自阴点派来香港 怎样都比你本身自己招聘的人 而且这群人肯定比较听话 你无论如何努力去学习普通话 怎样去学习讲这个爱国口号 怎样去学习唱这个革命歌曲 你到最后都是徒劳无功的 这就关这个直观事 因为你这群人大部分都是广东籍的 你对比起那群派主在香港的部队来说 哪一个是亲一点呢 中央会认为哪一边人是可信一点呢 别说警队里面还有一些根本上不是华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旦出现有什么争执的时候 肯定就要作一个裁决 会亲那边多些呢 更何况当这一队的执法部队 当他初离跪境的时候 他靠什么来树立威信呢 当他见到你这群香港警察 原来民望都是低到这样的 他就不会介意去清算你来树立自己的威信 当初新租国刚刚成立头两年 都是玩土改震犯 都是把那些地主斗倒 都是把那些所谓黑五雷斗倒 所以就博得到那些基层群众的支持 这一招再用都不出奇了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在过去这一段短的时间 突然之间浮现了很多 幽班警涉嫌干犯恶行的事件 到底这一连串的事件 是纯粹的偶然的巧合 还是有人刻意去铺牌 这件事就没办法判断得到 因为基于台面的事实 似乎好像是偶然的 但是有没有那么偶然 出现了那么多类似的事件出来 这个幽班警又说干犯了什么 那个又说干犯了什么 那到底是什么事呢 这些又是说了尿尽工藏 吐死狐悲的故事 所以这帮小伙子 他们以为自己很厉害 很忠诚 真的很威衰 没用的 到最后有一天 你的功能已经用完 就可以把你一脚伸开 始终来说 四个字就可以总结了 叫做根正苗红 你就是不够根正苗红 所以说什么都没用的 用完之后 你始终来说都要面临这个清算 就不是说这个清算是公义的 只不过这帮人是走不掉的意思 好了 接着就讲一下这两办 就走了出来安抚民心 分别就是港澳办和中联办 港澳办的发言人就说 制定有关法律 针对的只是分裂国家 颠覆国家政权 组织撒斯恐怖活动的行为 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特区事务的活动 不仅是不会影响到香港居民依法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包括游行集会的自由 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等等 而且是会使得香港广大居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 在安全的环境下得到更加好的行驶 哇 即是说到这条法例是为你好的 让你更加好地去行驶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和游行集会的自由 哇 原来没有这条法例的时候 我们就享有不了这些自由 哎呀 真是要依靠这条法例 过了之后才有 才更加好去行驶 那你信不信呢 好了 中联办怎么说呢 中联办就说 全国人大审议这个国安法 是堵塞香港国家安全法律漏洞的必要之举 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自本之策 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 充分体现了对香港整体利益 和香港同胞根本福祉的坚决维护和最大关外 哇 原来立这条法例就是要对香港同胞有一个最大的关外 真是送大礼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份关外 还是拥有另一种感觉居多 真是不言而喻 还说关外 这些 好了 商台引述了北京的消息人士所说 这个还搞事 一定要和大家分享 就说 国安法不会损害香港居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 包括集会、游行示威、新闻、言论等基本权利 最后三个基本上的限聚法也没有了 就算说游行、集会、示威 在去年这些警察都经常性不批 真是 就说这些基本权利依然受到基本法和香港法律保障 北京消息人士还说 香港人可以如常参与六四集会 只要不是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 就无需担心触犯《国安法》 北京消息人士还说 在《国安法》之下 市民可以如常使用Facebook、Instagram和WhatsApp等社交媒体和通讯工具 强调通讯和言论自由等权利都会受到保障 《国安法》只会针对极少数人 二十多类严重危害国安的行为或者活动 对大多数公众并无影响 那当然我其实认为大陆都未必会断网 因为它不需要做到这样 大家只要看看新加坡就知道 它一样是不需要用什么VPN 不需要翻墙都可以上到应该上到的网 但是来说 新加坡有没有人会走去很严厉地挑战这个新加坡政府呢 它可以很温和地批评新加坡政府 但是你看看摩斯伊那样他说的东西已经不行了 就不为当地的政府所接纳了 对不对? 所以就算他开放这个网络世界也好 都要有人敢去说话才行 当所有人都发现到 如果他说某一类的言论的时候 是会照致到严重后果的 自自然而然 就会全部人都会禁声 所以他其实都不需要做什么 物理断网 即是连条线都剪掉你 或者是整个防火墙 让你有些网站上不到 他不需要这样做 你只是看现在香港没有国安法 有多少工种 有多少企业 它本身都在实施类似的行为 只是说国泰 有些空者在社交平台上说了一些说话 一旦被人匿名举报 就立即了 那你就使得其他空中服务员或者机司 他自自然而不再敢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个人意见 这个是不是白色恐怖呢? 可以说是 那你已经在他头上置了把刀了 他当然是由言论自由去行使他的权利 他绝对可以日说夜说 但是他说完之后会不会被人炒呢? 那他为了自己继续在工作崗位服务 那他自自然而都是要收爹的 这个是必然的 没有说挑不挑战的 你当然有权利行使 你不会坐牢的 不过你会有后果 等同于那些教师一样 很多黄丝的教师 当他们在社交平台Facebook上面 发表了一些政见 其实很温和 一般市民看来没有什么特色 批评特区政府一两句 或者批评林郑一两句 又不行 被人截图以后 又或者去教育局那些投诉 如果收到匿名投诉是关于黄丝言论的 他当然要立案去处理 一查就发现这个教师涉嫌 违反了某一些专业守则 这一样那一样 到最后 那些教师不是一样 是这样 他还怎么可以很公然地 或者很畅所欲言地 发表他的政见 原来当他发表完政见之后 都不知道谁会去捉他灰 去截图 难道unfriend所有同事 这是不可行的 好了 这又不可行 那些教师最后就会发现 为免惹上麻烦 索性不讲 一不讲的时候 就正中了政权的下怀 政权就是想达到这个效果 他现在引入国安法 就是想将这个效果 扩展到全民那里 不是弄来把鬼吗 好了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